每个宝宝出生后都是家里的宝贝疙瘩,有时候就算是爸妈比较严厉点,有爷爷奶奶护照也是没办法,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养成不好的习惯。 专家指出,一般遇到这种事情就是两种做法,一种就是哄另一种就是不哄,要是孩子超过这个年龄,哭闹不停也不要哄,否则会影响孩子一生。 这个年龄就是宝宝三岁以后,可能有人会想,既然培养好的习惯能够对宝宝成长过程中有很大的帮助,为啥不早点开始呢? 这是因为三岁之前的宝宝会比较没有安全感,要是在哭闹的时候,爸妈没有来哄他,就会让他觉得,爸妈是不是不喜欢自己了,并且还会哭得非常大声来寻求安慰。 要是父母过早地培养孩子独立的能力,可能还会气到反效果,所以爸妈应该在不同的年龄阶段,做出不同的决策。 这也是作为父母需要学习的,在宝宝哭闹的时候,即时的吉利回应还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感,面对以后的人生更加有勇气。 要是在宝宝三岁以后还因为已哭闹就哄的话,很容易让孩子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,能够掐住爸妈的痛点。 只要自己一哭闹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 久而久之进入社会后,也对社会没有警戒心,觉得每个人都和爸妈一样,只要自己不开心,就会想方设法的动自己开心。 要是面对别人的指责也没有勇气接受,心理承受能力太差,这以后宝宝的成长没有好处,应该在宝宝三岁之后,培养孩子的独立性,培养孩子良好的性格。 不要遇到什么事情就哭到不停,要学会冷静的思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